為甚麼我們今年又會去濟州島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去拍第三輯和第四輯的分照 我們現在去到濟州島再見啦 我們完成了今天的行程 到了濟州島之後就進來這個Airbnb Check-in 之後去吃飯 然後去Cafe坐了一會兒 之後就回到民宿了 其實現在已經夠了 後面去業務要處理 然後我們明早一早又要開始去準備應份照 所以今天就會到此為止休息 本來想浸一下外面的溫泉池 但是現在在下雨 所以我就沒辦法用到 覺得有點可惜 現在突然又想來一個 Get Unready With Me 大家來一起跟我下妝 是不是很好奇我的素顏是甚麼樣子 其實可能不是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拍給大家 因為我很想介紹一下我平時是怎樣下妝 我平時在皮膚管理的時候 美容師是教我怎樣下妝才會是 叫做一個最清潔的狀態 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而我看今天這間民宿挺漂亮 所以我就可以跟大家來做一個 Get Unready With Me 好 現在拿些東西過來下妝 好 萬事俱備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準備卸妝棉 還有這個Lip & Eye Remover 最好一定是油的 這個因為我昨天執行李的時候 忘記了帶 所以在Olivian買了 Eleun 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本身自己跟朋友去旅行 我都看見他們很多都是 貪方便 然後帶一些卸妝紙巾 但其實那些我美容師跟我說 是非常不乾淨 它一來會弄到你的皮膚很乾 二來其實它是卸不乾淨的妝 所以它提醒我一定要眼唇妝 要用眼唇妝的remover 然後底妝一定要用 最好是卸妝膏 是有油性的卸妝膏 是跟我們的皮膚質感比較相似 才會徹底卸妝 所以第一個步驟 就是先下眼唇 首先沾好之後 按在眼唇 10秒 超乾淨 基本上我這隻眼唇妝影都下來了 然後看看差別 下了尾 因為我自己有用眉gel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把眉毛都下得很乾淨 然後這隻眼唇 然後我會用背面大概擦一擦走粉 其實這樣的話 這個妝已經寫得七七八八了 但當然是未夠徹底的 所以我們第二個卸妝的步驟 是要用卸妝膏 卸妝膏我自己這個 Vanilla Cook的 我想大家應該都沒有聽過 我真的用了它超級多盒 其實我家裡還有一大盒 但因為它是我長期的消耗品 所以我不會心痛再買一盒新的 嘩 它現在的User Friend 一打開就這樣 有一個Spoon 我之前是用粉紅色的 這個它出了一個新的系列 我以前不懂用卸妝膏 我就有得它以為是濕水 然後塗在臉上擦擦擦擦擦就算 然後就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但其實它的用法是 保留你的臉是乾的 就是你剛剛用完的卸妝油 那些都沒有所謂的 留在這裡 不用再洗當在前面 那你照蘸些卸妝膏 這樣蘸好在你臉的每一個位置之後 開始擦 確保擦勻整塊臉之後 接下來這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是說這樣擦完之後 馬上用水洗掉它就是完 其實卸妝膏它有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你這樣擦完之後沾點水 再這樣搓多一次你的臉 然後卸妝膏會愈化 其實這個才是卸妝膏最重要的功效 乳化這個步驟 其實才可以幫助我們 把裡面毛孔的髒東西推出來 然後把一些真的 我們卸妝 時候把我們的底妝 和毛孔裡面的廢物帶出來 其實愈化這個步驟 是我們用卸妝膏的主要原因 才可以令皮膚保持狀態很好 所以簡單來說 我每次下妝都會下兩次 第一次是用lip and eye remover 第二次是用這個卸妝膏 如果有時候我化濃一點的妝 我會用兩次的lip and eye remover 然後卸妝膏也會下多一點 然後再卸得混沉一點 卸妝完當然最重要就是要去洗臉 洗臉我通常都是用它 它應該是我用這麼多個 又韓國又日本又香港牌子的洗臉奶 真的最好用 它的瀑布是真的最幼滑 我會擠下去這個美容2 其實這個egg在韓國是很有名的 很多網紅都有做團購 我也是等網紅做團購的時候 我就買來試了一個 然後我發現有用距離洗臉和沒有用距離洗臉 臉的油脂分泌是有改善的 臉沒有那麼多粗粗粗粗的感覺 然後本身呢 坑邊都是沒有用這個的 然後我逼它用這個來洗臉 然後它現在自己不用我提 它也會用 蘸點水 因為我本身是乾肌 我又試過一天用兩次 即是早晚洗臉都有用它 然後又試過用一次 然後我覺得是 出完街之後 晚上洗臉的時候才用它 作用是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早晚都用它 就變成刺激可能 有點大對皮膚 所以我平時都只是會 晚上用它 因為一日完之後 你又化完妝 你下完妝之後再洗臉 這個效用會好很多 我最重要都是這些 油脂分別比較多的 鼻旁邊 還有T字位 好 跳脫的水瓶 今天突然間和大家來著一個 Get Unready With Me 就來到這裡了 我現在就會去洗澡準備 明天去拍照 明天再見 不記得還有跟大家介紹 面膜 我洗完澡一定會用面膜 第一個我超級推薦大家 去Olive Young一定要買的 就是這個Real Barrier 它是有這個ampoule和cream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ampoule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的佈濕力是非常高的 因為我明天要拍照的關係 所以我就決定用它 千萬一定要入手 然後這個本身在韓國發現它 我覺得用完它之後 也是非常保濕 皮膚狀態是非常好 是會有水光 真的和你保濕一整天的感覺 但是不知從何年何月開始 我突然間在整個韓國都找不到它 然後去泰國旅行的時候找到它 但它是寫韓文的 又有泰文的 所以我不是很get到它現在是什麼公司 但是我只在泰國看到它 所以我在泰國的時候 也是一買買了幾十塊 所以大家去泰國的話 也可以入手 它整個系列的鎖入 每一款都很好用 完全推薦大家買這個 我跟Hanbin就會一人敷一塊 那我們就沖完涼 明天見 泰國之後 今天可以給我 泰國為止 三次 於是 現在 海小明階 一現在 一這 一整一 一看 你看 親子 你 哈哈哈哈